是的 同学,这个部分的话是读中课本的 那我想说是有一些东西是你们还是需要知道的 比如说你看一下你铜线的店主怎么找 当然是我们用这个公司了,对不对 R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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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除A 那这个话还要你找的话呢 当然是他一定会给你的CV 那这是我给的CV 然后注意单位 注意单位啊 要不然你全部错到完 这个All Meter 所以这个单位一定要Meter平方 怎么样换算你们继续写 我这答案这边给你看了 OK可以啊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导线的电阻是4Ω 把它对折起来 为一条导线使用 电阻多大 OK如果把它 拉直的话呢拉伸 它变成长度是 电阻是多大 这里有几个答案 两个答案对不对 好这边我写在这里 这个是英文 我随便翻译的 这是Full Up 就是对折 那对折的话呢 是过后它怎么用 OK同学 第一个我们先对折 我先考虑对折 对折的话答案是在这里 这个Part 1 所以这个R等于是Row L除A 所以的话呢 这个长度4个meter的时候 它的电阻叫4Ω 所以当你对折的话 它的长度是2个meter 所以你知道它跟它是成正比的 所以RE变成是2Ω OK 那对折以后 它说形成一个直线使用 同学它变这样 所以这两个 刚才你对折的 就相当于是Parrall 所以就用Parrall的公式算出来 你看 你从来都没有去想的话 那考试下来想的话 就不行了 所以话是 因为这个点跟这个点 形成一个直线嘛 就相当于是2个是Parrall Parrall的话它的电阻不一样 而且变比较小 你看 如果是没有Parrall 它是4个Ω 那这里对折以后变成是1个Ω OK 好 过后第二个部分呢 它是拉伸 Stretch拉伸 拉伸以后它的长度呢 是变成原来的2倍 它问你电阻是多少 你比如说同样一个东西 没有改变 有改变的 因为你的电阻的大小是 牵涉到Roll L除以A OK 好 它就讲说后来的 它是原来的2倍 所以原来我叫它1 后来我叫它2 所以L2等于2L1 因为它给的嘛 OK 2倍 拉伸以后 什么东西没有变 那个物理量 是体积同学 体积 所以这边 V1等于是A1L1 V2等于是A2L2 来这边 2来这边我写 它们的Volume是一样 这个部分我讲过 它就相当于Sticky的糖 所以你一直拉 一直拉 体积没有变 同学 形状化的改变 所以我们用这边 你就可以找到 A跟L的关系 所以我就以为拿到这个 所以第一个的电阻叫A1 第二个电阻叫A2 然后比 那R都是一样 R都是一样 因为材料一样 只有这边罢了 不要忘记了 你看你一拉伸的时候 长度也改变 和你前面也改变 那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找出来 可以这样找 所以同学 答案变成是16Ω 看到吗 不一样 本来的话是4Ω 但你这样一拉拉以后 变16Ω 本来是4Ω 所以的话 你改变 你的导体的形状 会改变 它们的电阻的大小 OK 好 第三题 我们来看第三题 我很快去带一带 这里 那这个是 Kang的同时 应该我没有错 是Copper Brass 这个 恒结面机给你了 长度给你了 它在两端 加电压 这个通的电流刚好 叫你找出来 它的Resibility 这电阻力是Resibility 所以同学 你看这里 Resibility 叫你找Resibility 所以这里是给你 Prosession Area Lang 那这里的话呢 是我加给它一个电压 两端 等于是我给它电流 电流是多少 0.10 我要你算的是 Resibility or the Couple Wire 我要你算这个 Copper Wire 所以同学 你会用到两个公司 你不要说啥 我怎么算 同学用到两个公司 一个是V等于R 一个是R 等于是R L除于A 因为它是牵涉到材料 所以的话 我从这个是纸 我去找出来R 从这里 这是基本的单位 这是推导出来的 所以我说不要被推导的 所以的话 你们有了这个R 又有这个R 这个跟这个狮子是一样 那就变这样 OK 好 你带进去 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找到的东西 你的位置数 只有一个R 罢了 那现在的话呢 整天成问题的话 什么 就是单位 所以你给我记得 那个单位 那这个刚才讲的 0.10m的平方 就是1m平方 是你1乘4乎6 这个我有讲过 上课也是有讲过 不会有同学 给我推导到你会为止 那你考试的话 你就不会难 难倒你了 因为你尝试过 你知道那个印象 是怎么来的 所以的话你要懂 OK 不要给我写0.00几 我们都是这样写的 单位换算 也不要以为 这个只是我告诉你 我带进去的 不要说 你在算 老师这里不行 这个A 一定是要大1 小1 不用啊 这个又不是我的 最终的答案 我的最终的答案 是这里 我要的是这里 所以就不用去管它了 好同学 这些数据全部都放 那Resibility的单位 是Ometer 所以这个就完了 OK 接下去的话呢 是我们再看这个 刚才我讲的那个 Resistor 那个Resistor OK 好 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给你 A B OK 金属线的两个点 CD 那就给你 C到这里 这里上 它的干的两个点 滑动B 这个B就是sliding sliding的 OK 那么呢 可以连接起来 如果把A和C 接触到我们电路中 当你的滑B的时候 由B B这里 向A移动 这里这样移动 那么电路中的电阻 由大变小 那为什么由大变小 你要会懂啊 OK 由大变小 好 同学 你看这边 它给你红线 这边它给你 那个黑线 这个有意思 你知道吗 不然呢 这一句话怎么讲的 是有意思的 我们在接Resistor的时候 我们不能接A跟B 我们一定要接A跟D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 你可以如果这边 有一个头话 是C跟B 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 两个都是D 你一定要一个高 一个低 然后你可以让电流 从这边进 从这边出 或者是从这边进 从这边出 我们来看 我有放上去的 所以因为我怕 你们没有去看 这个部分 好 第一个的话 我告诉你什么叫 reastered 滑动电阻器 这个有考过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 那它是一个 electric的instrument used to control the current by varying the resistance 怎么样 varying the resistance 你的电阻是怎么改变的 我是改变它的长度 同学 我改变它的长度 好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B点 就是我刚才讨论的 我的 sliding contact的地方 我滑过去 这边 那个red wire的地方 是电流流进去的 所以电阻这样走 所以同学 走这里以后 我是这样走 过后 从这里 出 所以同学 如果B点 靠近B 请问电阻大还是小 回答 大还是小 大 答案是两个 大 对不对 同学 你注意看 你一定要注意 电阻是从哪里流 我从这边 这样流进去 我是走这边 绕一圈 一圈 走到这里 才出这边 所以这个B 靠近B的地方 还是电阻是很大的 OK 电阻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这个 放进A 电阻是很小的 所以这边 我就放上这个 我让你们知道 我们的这个东西 OK 那么 Terminal A Terminal B 你不可以接A跟B 你看这个图 你不可以这样接 我讲的 一定要 一个一个低 你可以接这个 跟这个 OK 就是你可以接 Terminal C 跟 Terminal B 你不可以 A跟B A跟B没有意思 如果你这个电流进去 这样走完 你这个图 一点关系 都没有 再从这里出 所以话呢 如果你接A跟B 等于是整个的电阻 同学 你怎么改变电阻 都没有办法改变 OK 那这个是我们画的 电路图 你要懂啊 你看我这样画 这里是真 这里是负 电流是经过 我们的这个Bug 这个是Bug的符号 所以同学是这样 进 然后电流走哪里 走这里 看 这样出 所以话 如果这个C 靠右边 电阻大还是小 打 大还是小 大 如果靠 每个同学都要会 你可以看看 才能那个 我们同考那个考题 你就会懂 你一定要会很多东西的 要不然你不会 那这里我就告诉你 你看我教你怎么看 你看 你不可能接 假设这个是A下面的 这个C是下面的 你不可能接A跟C 你接A跟C没有意思 电流这样这样 这样出来 你是走整段 电阻很大 但是如果是你这样接A跟B 你看一个高一个低 如果电流流进去 你看我是这样走 走走走走 最后我走这条路出去 所以同学 这里 sliding contact这边 所以换的是 靠左边这边的话 电阻是很小的 靠右边这边的话 电阻是很大 就是这个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 你的reaster里面电流是怎么走 你才可以知道 怎么样改变它的电阻 从变大变小还是小变大 看电流从哪里进去 这个是我要讲的东西 这个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的 这里 sliding contact 因为它的题目问你 sliding contact B move from B to A the resistance chain from a larger value to the smaller value explain why 这样你解释 因为我们这次考试 系数比较长 所以你要懂的 第一个你可以回答 The length of the wire in rested he decreased he decreased is according to这个 你看是不是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话呢 是你的length增加 电阻就增加了 length减少 电阻就减少了 这么简单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equation的话 r is direct proportional to the length l ok 好 它的题目 你可以看到这边 题目 你就知道老师做了多少功课 写到手都很酸 我觉得它的题目很好 你看同学 他问你这里 你看 在设计几种方案 使得滑 滑片B 这个sliding contact 移动时候 介入的电路的电阻 由大变小 刚才是 你可以看到 他给你这个方法 现在他叫你另外一个方法 由大变小的情况 你怎么去借 同学 你自己看看 你怎么去借 看你怎么去借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就写了 你看 我为了方便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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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nna method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我让电流这边流进去也可以 对吗 刚才我讲的 一个高一个低 注意看 我让电流这边流进去 所以我从这里 向这里走 所以我的B这里 如果靠近B B端 电阻大还是小 快点 大 靠这边 所以我是这样 如果在这边 我是这样走 对 大 因为我是这样走 所以话呢 是你就可以知道 另外一个方法 我也是一样的清晰 因为一个是靠左 一个靠右 电阻变大变小 看你电流怎么流 这样清楚吗 OK 那这边为什么 我回答D呢 你看他的题目 你看他的题目 他有ABCD的 我就跟着他 要帮你打你的 讲的你故事很爽 你看 这里D 你看 刚才他给的话呢 是红色这个电流流进去 那个是 我们讲一般是 红色的话是火线来的 OK 所以刚才他给的话 是从这边进去 现在我给他这边进去 然后你就要去 分析 这个东西靠B 靠近B 还是靠近A 电阻大小 注意啊 从这边进的话 你电流是这样走的 走这里 所以话呢 是如果你把这个B 推到这里 是这样走这里 所以绕这边很少 所以他的电阻 就会很小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越靠近B的地方 我电流这样进去 这里 进来这里 走啊 一圈一圈一圈 绕绕绕绕 从A出去 明白了没有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 安生 因为我们有考探究题 同学 所以探究题的话 我去看了一下 也蛮难一些 虽然是六分 但是我们也是要拿分数 事后我还花很多时间 在讲那个部分 好 那个部分就完了 OK 好 现在这里的话 OK 这里 你看这里 两个 我应该是有放法答案 我看一下 22.4 我是22.4 是22.3 OK 22.5 我不是22.4 OK 22.5 是这个习题 所以那边的话 我可能是放给同学 去解这个题目 我自己有答案 我没有放进去里面 好 同学 看这里 这里啊 这里是22.5 我有写的啊 你看这边 你们要会看了22.5 OK 好 我们来看这里 那这种选择题 也是会出的吗 你看 N个相同电阻值 叫做R 串联后 总电阻变多少 N个相同的电阻值 R 并联后变多少 你要明白 什么叫相同的电阻值 每一个都叫做R 你要会有马带注 对不对 OK 好 你看我怎么写 这里是 Analytical Resistor 它们的每个resistance 就是R 我要你去算出来 Total Resistant When Connected In Series 跟Parallel 同学 In Series 不是很不熟 我不是写吗 R加R 很多个嘛 到N个 所以答案叫NR 因为它叫NR Anchor 对不对 那Parallel 哇 Parallel 这是Parallel的公司 看啊 你要带的话 你要会带吗 你的数学 等样容易的话 你也不会了 我现在每一个R1 R2 R3 都叫R 这里的话 不是有Anchor 加加起来 不是这样 这个是R RB的值的导数 看你导过来 是变这样 这个才是Anchor 同学 这个不是Anchor 这个才是Anchor 因为是RB分之一的 我就写RB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 OK可以啊 好 好我们看这里 老师 什么事 最后你写错 那个RN分之一 不是N 哪个 这里 RN分之一 它是加起来变Anchor 它不是加到N 对 这里 这里是 加加加加加加加起来 这里加到N 这里是E 所以最后是这样子 我让你们知道 这里我就不要写N 同学知道 所以这个是对的 OK 那什么东西 我好像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对啊 好像没有record 同学 讲得很熟 有有有 有record 它写正在录像 OKOKOK 真的是紧张要去上很多东西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你看到没有 那个slide 转来转去 因为要看题目 好这里啊 这里 这个R1R2有的 并联后 总电阻多少 好 你看它给你 如果将R2减少 则总电阻如何 如果将R2增大 总电阻又如何 全部都是并联 同学要看公司的啊 并联 所以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那公司 OK 这里公司在这里 OK 那parallel吗 我就给你这个 Connect parallel 有效电阻值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数字 time shape OK 这里是十分之一 这里是看啊 kilo ohm 你不要给我带1 这kilo eh 不要忘记了 你看你拿到这个 OK 那么 那它问的是 parallel的情况下 OK 好 这个parallel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算到这个 现在我写成这个 因为我通分母 我要让你看到 它问的题目吗 如果R1变大变小 如果R2变大变小 OK 好 这里题目全部是问R2 我就这边写了 你看我看这个公司 你们自己 不知道答案是增加 是减少这个RP 就是有效电阻值 你带数字 好吧 OK 你可以看到 我的R2原本是多少 R2是1000ohm 你可以带10ohm 你带数字进去 这个里面 你是大还是小 你要不要再看 R2更大 10kilo ohm 它会怎么样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你考试 你不知道变大变小 同学有原理的 不是随便猜 所以同学 你看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通分母以后 导过来 因为这是R1b分之1 对不对 导过来变这样 对吗 变这样 所以同学你看 这个 这个的大小 这个很重要 这里 所以你看 它这个很大的话 这个真的是很大 不相信的话 你自己找 这个小的话 真的是很小 你就马上可以答了 它的答案 这种题目很喜欢 就在选择题 所以你们会要变通一下 不要乱乱猜 你放一个数据 你就会明白 你看到 当然是用简单 不要用到10万8千 不要用到那么大的一个数字 总之你可以去看就好了 OK 然后过后 我要讲的话 是什么 OK这个 这个是我要讲的 电主消耗的电功率是多少 你看这里 同学 这个数字的话 你们知道 我们高二上过的 一个是Voltage Rating 一个是Power Rating OK 将它们串联后跟并联 然后 你比较 比较 然后去Compat 比较 然后去Compat OK 我把话 好 你来看一下 左边是Series 右边是Parrall 好 那么呢 我不管是Connect Series也好 Parrall也好 我的同学 这个里面 它电阻不会改变 我可以用这个通知 B等于平滑周 就算出来 但是的话 你可以看到 当我Connect 在Series的时候 我借的电压是220V 这两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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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age Rating 不是Normal Operating 如果你要它Normal Operating 就像这样 左边 我220V 我Supply给你220V 我Supply给你220V 好 同学 我们是Normal Operating 正常操作 听懂吗 这里 你看 从讨论课本里面 我平均那边没有放 是因为我讲 这个地方我放了 同学 一样的 如果今天你的灯泡 是220V 40W 同学 你去借 你的家的电源 当然是你的灯泡 是Normal Brightness 为什么呢 因为你供应的电源电压 跟它的Voltage Rate 是一样 这个的话 是220V 是这个 加这个的Voltage 才等于220 所以这个 拿不到220V 这个也不是220V 所以它们不是Normal Operating 左边这个 好 你先算 这个 它们的 Resistant 因为我从这个资料里面 我可以找Resistant 这是Power的公司 因为你知道 这个跟这个条件 所以我当然用这个公司 我去算出来 这个 假设它的电阻叫R1 这个叫R2 你们算到 然后因为这两个 Connect in Series 所以我加起来 为什么我加起来呢 因为我去算Effective Resistance so 当我这样借的时候 我马上可以算出来 它的Power 它所消耗的Power 是多少 我用V平方说R 现在我的V 是220V 所以因为我用是全部的 所以我的R也是全部的 所以这个R全部是RX的 所以你看 它所消耗的功力 只有24.0W 明白吗 OK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In Parallel的情况 它给你Voltage Rate 跟Power Rate 你都不用去算了 因为这边就有了 当然是Voltage Rate 你看这里220V 我给你220V 同学 它的这个Power 是真正的实际的 它所消耗的功力来的 就是40W 这里60W 然后加起来 等你100 同学知道这个什么原因吗 同学Power都是加的 不算懂的 知道哦 你不要说 哎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算 你去看啊 你家里用电脑 用风扇 用冷气 用电冰箱 每个有消耗电吗 那你消耗的电多少 当然是加起来呀 哪有是算一个不了 你越用越多 你消耗的越多 你用的电越多 所以呢 你算的整个Serkit里面 它所消耗的功力 全部加起来算到完 那这里的话 我这样算是因为 我的R是Total 我已经算Total了 我的B是Total 我这样算吗 我不用一个个算吗 明白吗 会啦 所以的话 你们都懂啊 所以这里的话 我全部写了 它的情况 让你们清楚 那conclusion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两个电器 你看同样的啊 这个 我借一个Barrer 一个Serkit的情况 一个是Barrer 一个我们的Series 发现什么 Barrer的时候 它消耗的功力比较大 那我们做东西的话 我们去比较嘛 它不是叫你比较嘛 那个题目 你注意看 它叫你比较 你看 它叫你compare 当然是你一定要有 一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 是比较 当然是你要compare 算算我还以为比较嘛 然后他们的电阻 所消耗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OK啊 老师 这样是串联接起来比较好啊 啊 串联不好 因为我问你一下 电脑要用的电 跟你的电是几样吗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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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冰箱又用的电 跟你的电 等一样吗 不一样哦 不能这样 我们是串联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电流 大家都是一样啊 但是问题 每一个电器都不一样啊 我们不能这样借的 这样借的话很糟糕 所以我们的 全力 用的power比较少 是Barrer的 没有办法 因为每一个电器 真的是消耗的电 每一个电器要的电 有一样吗 我问你一下 一样吗 不一样吗 对啊 那你怎么样是series 所以我们所有的 Electric device 一定是Barrer的 那消耗电很多 没办法 除非你不要用咯 那你少用这个 一个60没有咯 就40咯 对吧 就这样子 明白了吗 OK这个事我要讲 老师还有 我不是很明白 那个第二题的 那个为什么R 2越大 然后 哪一个 然后它整个就会increase 这里 这个 你带进去 真的是你带出去 你真的是可以带进去 因为它跟它是成正比 你知道吗 这里 这里 成的情况跟加情况 成的影响比较大 这个就是跟我讲的 你看我故意写给你看 你真的是你去打一个数据看看 R2 decrease 本来是 一个 1000K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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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改 500看看 你看它的值变大 还是变小 本来就是 这个是9.90 OK 9.90 现在你把这个减少 你看它的值是比9.90大 还是小 答案马上出来的 因为它跟它是 成正比这边 虽然这边有加 但是这个受影响比较大 因为成 影响很大 对吗 数学 对吗 明白吗 对 明白明白 数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物理的地方 还用怠速来处理的 你们的怠速要写得很好 那你在解题的时候 你习惯这样去思路的话 那你解很快啊 这是我要讲的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看了以后 还有一个部分 这个话我是没有去解 这个你们去用 potential divider的方法去找啊 我已经讲了 这个 OK 这个 这个我有解到出来 OK 来看这里 好 这里的话呢 potential difference AC A跟C 100V potential difference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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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V 所以的话呢 要你算 effective resistance 你要看你要怎么去算 最容易的方法 OK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VAC 包括到我玩哦 100 那然后呢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R4 这边40V 所以的话 同学可以算什么 这里 我讲的是 你没有看到 我VPC 所以我的VBC 就是V4 OK 所以的话 你看我的V4 那边我可以找 你看 I乘上它 I是什么 电流 这个电流是什么 总电流 这里的总电流 这里的总电流 OK 好 同学的话呢 是很快的情况下 你可以找出来 它的有效电阻值多少 你可以看到我用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算 VAC等于什么 谁加谁 慢慢算 你也可以用全部的去算 都可以 你看 ac 是100V 知道哦 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 高下多少 我们算到 多少 0.5 0.5 同学 这个电流是0.5 那请问 从这里 流到这里 电流多少 快点讲 0.5 都会0.5 所以这个是总电压 对吗 你用V等于是I乘上R OK 总电流 乘上总电阻 等于这个 因为这边的话 全部算起来 因为它要你算 Calculate Effective Resistance 所以你很快可以算出来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这样写的 V等于是I等上R OK 那么我们R刚才是0.5 R呢你要找的 你不懂 你要找的 Effective Resistance 那问题是A跟C是100 同学 你看这里100 那是不是很快 可以算到R了 你把它看成 你把它看成 刚才那个一堆 看成是这样 你看 组合全部 这里是A 这里是C 就这样不了 这个容易了 很快 这个就是方法看 那这里话要去算 如果是这个话 是算全部的 那你要算Resistance Between 我们的Effective Resistance Between A跟B 怎么去算 可以看到这里 好 A跟B的Effective Resistance 怎么算 同学 那你去想 因为那个电路 比较容易的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我用可以用这个 VAC等于是VAB 加这个 对吗 你看这边 Potential Different 加这里 等于总共100 对吗 清楚啊 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谁画的 可以啊 谁画你就可以算出来 你看VAB可以算的 VAB知道我可以算这个 你看我不用算一个一个一个 OK 刚才你从那个total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算哦 那我讲的 0.5 乘上R 等于100 请问我的R 你多少 200 嗯 200 200 那这里80 剩下多少 120 就是很快 就可以算到了 明白吗 所以很多种方法 所以话 你们要 对了 对了 的一个情形下 所以话呢 是方法有很多种 你们可以去算 看你们怎么去算得了 OK 没有问题吗 然后 然后哦 我跟你们讲哦 因为我下个礼拜 是要去上那个力学 所以如果明天上课完 我要两个班一起 把光学我给你 上完 所以话同学 明天 明天就听一起啊 哇 明天星期五 我们要去抢课 三点应该我可以啦 因为两点 我们要去填 这个时间 所以话呢 如果不能三点 就是四点 总是明天的话 是你们standby 我下午会上 我把电的全部上完 因为我进力学 可以吗 同学 可以啊 好 明天都是生物课 什么 你的生物 所以明天的空节课 是生物拿的 所以我没有 我只有一节 不了 那明天 因为我是跟高山李爱一起上课的 就是说我们的明天的课是 十点对吗 对 我们的课是十点 过后我没有课了 我没有课了 所以我就有一节课 三点到我已经收 我拿了 什么 我动我动 他跟我 三点四点他拿 他一点他又拿哦 早知道我不要给他 因为我是已经跟教育出报告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就给他 算了啦 是这样子的啦 那我就要拿 另外一个时间了 你们给我时间 因为我上新的东西了 好 这是高的课 我给你们看 你看这个是双量层 我讲的 你看双量层 那个部分我已经讲了 所以话呢 是你看同学 你看他的电路 好 同学 这个是什么 emitter 是wometer 快点看 emitter 是wometer emitter 分流 上上上上 emitter 这是emitter em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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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你看他课程里面都有的 所以会有 那这个是emitter 是wometer 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看这边再加一个电球 总之是没有关系 这个 看这个 跟这个是什么样 Farrer 是series 同学 对了 所以话呢 是你解题目一样的 IG乘上 这个RG 加这个R 等于 IP乘上RB 因为Voltage 一样 看在这边 全部都一样 所以你们自己可以看了 这里 我要讨论的话 是这个 这个你们自己看 那你看这边 复杂的电路图 这边我也是给你们 自己讨论 你看他画给你们看 一个一个 你看他画一个一个 你看 从这里变到这里 再变到这里 再这里 就是我教你们的 你们一二三四来代表 你看二四五就是二四五形成了 OK 二四就是二根四形成了 OK 那一二四五就是一二四形成了 慢慢慢慢简化到最后这个 所以这个 我给你们自己看 这个你们可以看到的 因为我全部教了 不是没有教 我要讲的话是哪一个 这个的题目很难哦 很好这个题目 我没有放答案给你们 你们自己去解 我需要写 我要讲一个东西 老师 YES 什么事 老师我不明白 那个Gavanometer 你想看它什么时候 它是AdMeter 什么时候是Vometer 啊 很好 就是这个了 我在找题目 题目是应该在下面 我在找啊 应该是它放在下面 我有的 因为我有答案了 所以我知道那题目 等一下 选 应该是在这边 老师哦 太多了 我还要去翻那个档案 第几个哦 这个Kit of Law 这边老师全部放给你们去看啊 啊 这个 OK 你看 算量层的服务特技 使用AB端的时候 AB端的时候 量层为10V 使用AC端 是100V 好同学 你看 这边它都量层变成是100V 10V 当然是很大 所以同学 这是Vometer 那你注意一下啊 如果你要变成Vometer 你哦 你的这个Gallometer 跟它是串联的 Series Connection 是Series 所以你就可以把Gallometer 改变成Vometer 所以这个串联的 如果你借A跟B 你的看的电路是这个 这个你forget about it 这个不用看 OK 我答案是写在后面 因为我记得我有写的 只不过是 这个导体 导体外面讲 我有放在这里了 最后一个部分 喂 答案呢 我的答案有 我没有放进去 我没有放进去 我的印写好了 老师不要紧张 没有 我有一个方法 老师没有紧张 我没有紧张 我直接拍照 然后放在手机里面 你们就可以看 因为这个要scan的 你们就知道 我做多少样的东西 哇真的是够刺激 OK 好你们看一下你们手机啊 我传进去手机里面 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要scan的 我没有scan到 谁唱歌 没有叫你唱歌 好你们看到了没有 那个手机里面的 看懂吗 看手机啊 每个同学 我不知道你用电脑画 你也是可以看的吗 你开你那个地方 你看我们刚才那个题目 是double range walkmeter 我那边有写 OK 有RE跟R2 对吗 RE跟R2 题目是这个 RE跟R2 这个题目 好我们的RE的话呢 是 它要你找多少 R2是你多少 OK 好这里的IG 这里的IG 这里的IG的话呢 是它的电流 的话呢 是多少呢 EMA 我那边有读文啊 对不对 好现在的话 是我选择的connection 是A跟B端 A跟B端 我选择这个A跟B端 A跟B端的话呢 我去看 RG呢 它给你 RG它的电脑是500Ω 500Ω 好现在的话 我要求 所以你们去看 我写的VAB 你有看到VAB吗 下面我写的 In Series 所以我就写VAB 等于10 等于 I是 一个mA嘛 所以一乘时 负三 挂弧 什么呢 RG加1 看到吗 所以RG加1的值 你就可以算 算到多少 10千 所以RE就可以找到 你看 9500 这个RE 对不对 好 如果我的借助线呢 是A跟C 同学 A跟C 我是这样借的哦 所以RE跟R2怎么样 RE跟R2怎么关系 这边不要管它 你就管这边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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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es的话 电脱怎么算 快点 电脱 总共电脱是多少 RG加R1 RG加R1加R2 对了 你看 那么 现在的话 我借A跟C 我要求电压是多少 100V 所以那个V是100V 你看VAC 我写100 100的你 I乘三 我的那个R 全部把它加起来 那你的位置数 只有R2 刚才RE找到了 刚才RE是9500 带进去 那R也知道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R20多少 哇 9乘10的四十方 你注意看 什么意思呢 同学 你的Gormeter 如果是你要测量的量层 变更大 你装的电阻越大还是越小 越大 越大哦 哇 看不清楚 等一下我scan给你们 同学 因为我拍照就不清楚 我scan的话 我的手就不会抖了 好 那个不清楚的话呢 我会给你们 等一下我直接给你们 scan过去给你们 我没有紧张 我都没有紧张 你认为我紧张 我没有紧张的 OK啊 清楚啊 会了吗 这个 然后你再看这个 双量层安培表 安培表哦 这个的话呢 变成是A meter 那么量层 一安培 你借0跟B 不是0 A跟B 那如果你借A跟C 你的量层面是0.1安培 OK 好 同学呢 你要明白哦 你借的地方 你借哪里跟哪里 还要你去找出来 我们的分流电组织的 R1跟R2等多少 OK 好 你一样你可以去看哦 那边我画给你看了 我们的整个电路的一个情形下 所以像这里哦 如果是你先看A跟B connection 你看我的那边 A跟B connection 所以换的是 我从这里A进去 这个是我的总电流 我要求 假设是我要求是1安培 这里1 所以有一个分子电流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OK 这个的一个情形 但是这个换的是 我必须要这样走 才可以出来这里 OK 所以换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里是IG电流 走这里 OK 这里 OK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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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